川大张薇道歉之后 反而网上黑料频出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之前的一期节目已经说了这个川大女生 在地铁上污蔑一位大叔偷拍她 还发了视频 发了文字去网爆她 她这个视频和文字其实都挺过分的 她当时说啊 这个感觉这个猥琐老头不是第一次作案啊 然后还说了这个猥琐男出门必死 这样的比较诅咒性的这个话语 这个事情来龙去迈我已经说过了 后来她哭哭啼啼道了歉 反正不论我做了什么 只要我哭了啊 都是值得被原谅的 然后对方也确实老实人实在人 对方父子俩已经表示原谅他了 不再追究了 但是这个事并没有这么过去 我之前我就说了 这个事情一定后续还会有 还会有更猛的这个料出来 这个果不其然呢 首先是这位张薇的这个一个高中同学 这个网名叫玛格丽特别放言的 这么一个网友 她说2014年是我前20年人生里最难忘的一年 差点被这女的校园霸凌逼到自杀 我和她当年在北师大福中读书 还好挺过来了 今天看到罪魁祸首沦落至此 心里挺复杂的 也正是因为她当时的所作所为 我才选择成为了一名老师 想保护更多的孩子 让我的学生不要重蹈覆辙 当时我妈和我说过一句话 你收拾不了的人 以后会有其他人收拾 你且瞧着吧 果然因果自有轮回 所以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啊 后这个爆料很猛啊 他后面又发了一个更新的这个更新的长文啊 他说了一些细节啊 呃 他说真的很感慨事情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这个事情和他本人性格难逃关系啊 蛮横惯了的人不会真心承认自己有错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这个张薇从一开始 他就不是真心道歉 只不是他觉得他是感觉到危险 他感觉到这个事情他玩不转啊 因为本来他是传媒专业啊 本来就是比较会利用媒体给自己制造热点啊 他利用自己的自媒体 本来想这个好好的红一把啊 这个装一个这个受受害女生的这么一个人设 结果没玩好啊 然后这个这个女孩继续写啊 2014年我和他考进同一所高中 还成了摄友啊 本来以为可以成为好朋友啊 但是后来属实没想到 15岁这一年是噩梦开始一生阴影啊 这个女孩说我性格比较独不是很合群的人 不愿意向其他人围绕在他身边 这也可能让他对我逐渐产生敌意 反正后来啊逐渐开始孤立他啊 终于有一天事情爆发了 张薇带着他的几个小姐妹 帮我拽进了厕所的偏厅啊 在学校公然辱骂殴打啊 那种脑袋一把被推在消防栓玻璃上的震荡感 成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魇 关键在后面啊 他求助了老师和学校 结果学校为了稀释宁人 给了两个人相同的警告处分 并没有记住答案 所以就因为这件事啊 这个女孩最后选择了做老师 因为他当时从老师那儿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 所以他选择成为老师啊 帮助更多的孩子 所以真的有点像韩剧里头演的那个 年轻的时候霸凌的这个霸凌别人的这帮人 他长大了之后还会是这样的人啊 他会形成一种习惯啊 所以这些事情出现就并不意外啊 他之所以那样居高临下的对待这个 所谓的这个啊 没所老头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像他家里人说 这个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委屈啊 学习成绩优异 这我信啊 学习成优异不代表他人品优异 然后第二个腾讯内部的人也出来 出来爆料 因为这个女孩是这个颜二 他现在在腾讯的广州公司去实习 这个这个内部人员就出来啊 爆料啊 说是这个有热门苗头的第一天 这个张维就立刻联系了他们啊 并以可能损害公司名声为由 要求他们在全公司范围内隐藏他的啊 这个信息 个人信息 也就是也就是全公司任何途径搜不到他 然后这个这个人说 我说这个事情我们研发策 做不了决定 他立马不客气了 说影响了公司名誉 你背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回复他表示说你这是个人行为 我没有权利做决策 确实不可能给你背责 另请高就 腾讯公司内部有人出来说 他在一出事的同时 他就跑到这个腾讯内部去做这个媒体啊 去做工作了 可见他其实确实是学这方面的 还是知道啊 从源头上要要这个杜绝一些东西 然后又有人爆出来说这个张维 2018年当年保研的时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啊 当年河南大学新船院有人举报保研 但未果 这个2018年 2018期新船院保研被人举报过 这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举报了没有结果 像张维一样 当学生会主席有权利 把名字挂在别人的比赛项目下面加分 发刊论文 纯靠操作 加买 然后加分 但是举报了也没人处理 他们愿不仅他一个度留 今天和朋友聊天 发现还有他们 现在2020级的年级长也是学校创业协会的会长 某某某也是这样 有他们的挂名加分 甚至是强制性 你不加他们名字 你的项目就等着胎死腹中 太可怕了啊 人家那时候啊 就是学生会主席 那时候就是学生干部啊 就通过这个学生干部 看来是得到了很多加分项 所以他的这个保研名额啊 看来也有问题 我之前就说了啊 他这个这个 他这一路上来的后面肯定会有人爆出来 他这让我猜中了没过多长时间啊 就陆续的就有人在爆 你说这些事情有没有啊 还是有人编出来黑他呢 那我还真不信 虽然你可以说破骨万人锤 这个强倒众人推啊 怎么以前没人说 以前不是有人说了吗 有人举报 没有人没有人管啊 而且他要不火出圈来 谁知道他是谁是谁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大家总是喜欢事后助理啊 说你怎么早不说 早说的时候没有影响力的 没有行不成热点的时候 谁知道谁管啊 没有舆论发酵的话 腾讯会这个终止他的实习合同吗 川大会调查 对吧 所以哎 这个孩子肯定是一路上来啊 属于就是明星一样的孩子啊 又是学生会主席 又是学习好 反正身边是这个啊 这个拥促着各种各样的啊 愿意这个排他马屁的人 但是如果不跟他一伙 可能就会受到他的欺负 你看他高中同学也是如此 所以就做这些事情 利用手里的特权 来做一些事情 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现在他的朋友啊 他的这个母亲 他的父亲啊 都出来发帖说啊 不要再网爆他了 其实这个事情从一开始 就是他试图网爆别人 和他曾经啊 真正的线下这个霸凌过别人 造成了恶果 最后反噬到自己身上啊 就是因为他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对待别人 才导致了这次的时间 这个事情还没完 咱们接着看吧 好 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